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跟朋友到一个餐馆吃饭去,我常去了 那个那餐馆里头呢,是新开的,做这个四川菜 结果今天去呢,看到一个现象,只能说看到一个现象 餐馆里面的老板,跟老板有关系的,来了一家人 来了一家人,看来呢,还有跟餐馆老板家里面亲属相关的 有老人,有孩子,有婴儿,一家的四五个呢,坐哪一桌子 你开餐馆嘛,对不对,对外开放 中午都是大家吃饭,吃工作餐 中餐馆很多人难做,都做一些中国餐 就叫中午便餐吧,卖什么五九九六九九,就是这样 那连饭,一个饭,一个菜,一个汤,一个饭,一个菜,一个汤 就一盘子,一碗饭,一个菜,然后配碗汤 所以人满多的,但都是出来打工的 都是出来打工的,大家去吃饭 那这一家的呢,孩子哭大人叫 媳妇儿,这个奶奶夸孙子,孙子提着呱拉叫 然后那个媳妇儿在那儿说三说四 去吃菜,吃饭呢,就赶上这么一处 我想说什么意思 我昨天,昨天在节目中 我跟大家解释过,我说 很多来到海外的朋友 如果你孩子 在四五岁时就来到海外 他在这边接受的教育 你一定要注意 那些孩子 对你,对大人 对中国人的行为 对大人的行为,言行 是不齿的 他会觉得你给他丢人的 而你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认识 你的行为是有问题的 你开买卖,开餐馆 你是对外的 他就变成了公共场所 人们给客人提供一个环境 那你就要知道尊重客人 进入你这个环境中的一份 基本的礼仪 婴儿哭 大人叫 妈妈说这好 那个叔说那个好 人家不是上你家做客来的 人家是到你家吃饭了 因为你做的是满卖 你到任何西方餐馆里头 你很少看到这种场面 都是外来闯天下的人 意大利人开餐馆的很多 意大利人开餐馆的很多 希腊人开餐馆的很多 那我们不用讲法国人 法国人开的就更讲究了 开个点心店都很讲究 那我们讲意大利跟希腊 跟中国有着类似 它的历史传递场 它往往是大家庭的那种方式 但任何这种餐馆都很少出现 我刚才说的场面 而中国餐馆就这样 而偏偏这种行为 这样的很多大陆人 在外面就一再强调 死摇面的活受罪 在埋怨别人看不起自己 到这边就用了一条 歧视 不是别人歧视你 是你自己的行为本身 不能够尊重你自己 你也不懂得尊重你自己 不是别人歧视你 是你自己的孩子 当他长成的时候 他同样看不起你 而以我为中心 你要后来我都想过了 你要跟他说 他会说这是我们家店 这是我们家店 对不对 你吃不吃 不吃你走 对不对 我跟大家解释过 人坏了全都坏了 我不是说人家坏了 我是说 当你的观念 被共产党的东西 寝食之后 你都不知道 一个正常人的环境 应该是什么 你也没能力改变 你都没能力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所以当你自己家里的孩子 对你表现出厌恶厌烦的时候 你都觉得这孩子不孝顺 其实不是 完全是你自己个人的行为 你个人造成 对吧 你个人造成 而中共的宣传 表现出来的一切丑陋 就是这个 厉害了我的国 这是给 两会准备的 结果据说下架了 今天法国媒体讲 中兴断了心 结果发了作用 发了作 中兴没了 中兴通讯没了心 结果就发作了 犯病了 犯病了呢 就把厉害了我的国 给干了 给打死了 厉害了我的国 是歌颂习近平掌权五年的辉煌成绩 结果突然 全国全网停播了 他文章写的蛮长的 上个星期 内涵段子死了 因为低俗 那高大上的 厉害的我的国呢 本来在播着 结果今天也死了 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有些矛盾 那我个人的看法 这里面有一些 内在的 有一些很坑洁的东西 那为什么 如果习近平知道 他在玩的两面鬼 就是手心玩手背 手背玩手心 他自己在掌控中 利用国家的权力机构 在这么做 另外一个可能呢 另外一个可能呢 就是在整个中宣系统的把控 到底谁说了算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把习近平自己的吹嘘 核心的吹嘘 他是在这环境中的 其中的一个手法 他在吹嘘自己 让整个宣传系统吹嘘他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他自己的发言 发言 且一再诚恳 说这里没有独裁 没有终身制 他也坚决反对 他个人的发言 跟整个政体的宣传 是对立的 你自己细琢磨琢磨 所以现在很多媒体 有些人意识到这问题 在讲 到底习近平开放 还是封闭 我在 我在美国之音 看到过话题 我在纽约时报 看到过类似的话题 而我们跟大家讲的 就是一直说 这中间是有问题的 他在做法上 有一些问题 在网络上 有一份深圳 腾讯计算器 计算器系统有限公司 说 播出规则确认书 我看到过 为营造和谐有序的 网络播出环境 厉害我的国 播出规则通知如下 现接到中宣部领导的指示 全部商业视频网络 紧急停止播出 具体上线 另行通知 4月19号 今天 那授权方是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电影营销 策划分公司 今天呢 有个时差 所以这是个真的 然后他讲说 这一份文件需要确认 但是你现在在腾讯 在优酷上搜寻相关的视频 确实没有 所以网络就比较 闹了 配合两会的 厉害了我的国 3月2号登场 那里面呢 流出了一份 中广国际数字电影院的 关于电影厉害我的国的通知 通知里写了很多了 各电影院必须在上午下午 各放一场 绝不能出现幽灵场 午夜场 凌晨场 也就说 他必须要这么放 必须要这么放 而这个片子 是歌颂习近平的 所以这就非常有趣了 那厉害的我的歌 我的国歌颂习近平 而中心通讯 没了心就全死了 所以厉害我的国是骗人的 又是个骗子 可里面谈到的是习近平 那这事就不好办了 我没看过那个片子 那片子里头是不是有 有这个 中国制造 2025呢 我不知道 但是厉害的我的国呢 是死了 这是肯定的 他说 累计票房4.7亿 不仅中国首部破 两亿记录的 两亿的纪录片 也是中国历史上 纪录片的票房冠军 这都是全是骗子 对不对 如果这种情况下 是不得不看 完全是宣传 那是习近平意识到 必须拿下来呢 还是王虎宁要求拿下来的呢 那一定是有关的 而拿下来的时间呢 却跟川普直接打击 中共政权的 虚假欺骗的行为相关 那也就是说 如果厉害我的国 是宣传习近平的 习近平不愿意把自己 跟骗子挂在一起 那如果不愿意把自己 跟骗子挂在一起 也不愿意把自己 或者自己知道这是个骗子 那被川普给揭穿了 那反正你从任何一个角度上 你都可以看到 厉害的我的国是个欺骗 是个欺骗 也就我的国没那么厉害 那习近平要干嘛 该片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太能吹牛皮了 这个思想的概念 是去年十月份出来的 十九大 那你已经出来了 结果这里出来了 中国的桥 中国的路 中国的车 中国的港 中国的网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里程碑的辉煌 全是骗子 对吧 厉害的我的国承认 他是骗子 骗子 骗了两亿多 四亿多 骗了四亿多 所以这里面 这个内涵就显得很特别了 那全网 中国全网停播 引发争论 该篇大肆送扬 中国制造的水平 凸显中国科技的优势 显然不合十一 不合十一的原因 就是美国下令封杀了 中国科技的头牌 卖银的 中国科技的头牌 中心通讯 那后面 同样引发了 华为 阿里巴巴 等一大批中资科 高科技产业的恐慌 也暴露出 中国科技 跟美国的巨大差距 再吹牛皮 这牛皮纸就会吹破了 他说的是这样 所以中国的民族品牌 其实都隐藏着一颗 美国的心 那就骗了 对吧 任何吹嘘 这就骗了 第一是骗了 第二你到底在干嘛 所以共产党的邪恶 也就变成了 在他倒台中 在这个川普的打击中 被揭示出来 是不是这次中心 芯片事件 揭开了原来我的国 并不厉害 厉害的我的国的里面 或者说厉害的我的国的里面 大量细节 可能被欧美进一步分析 做实是盗用的 盗窃的 偷窃的 强行的制度的转移 民族自豪的中国高铁控制系统的关键部位 都来自于德国和日本 那我觉得有可能 也就换个角度来讲 这厉害的 我的国再拨下去 人家拿这东西当证据 当美国可以以这样的方式 惩罚中心通信的话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都可以以类似的方式 打击中共政权 所有所谓的高科技产品 飞机改汽车了 对吧 汽车改三轮了 对不对 高铁改成人力车了 因为我们有人呢 我们人力车可以推的跟跟高铁一样快啊 对不对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那这里的关键的问题就是 中国人会知道 厉害的我的国是个大骗子 你骗什么都成 你干嘛骗的我一张电影票钱呢 胡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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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写了 十年前写了一篇文章 中国的 九个政治局常委的民主集中制 是如何优越于奥巴马的总统 美国总统 就是胡安刚写的 胡安刚说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的大论 再次被推翻 成为网上笑谈 那你当初说什么 就是胡安刚写的 那他现在再论证一下 习近平的修宪 大权独揽的 习近平新时代 社会主义新思想的概念 如何优越于 江泽民年代的 九个政治局常委的 民主集中制呢 这就是中国学者 这是他一个人说的 中国工信部部长 姓苗的说 中国制造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强大 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 依赖中国 可是习近平在两会之后的讲话和十九大讲话 那都是非常高啊 所以这个国家疯了 疯了 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疯了 疯了 近无序退无拒 在我眼睛里是崩溃的过程 真的 在我眼睛里就是崩溃的速度 崩溃的过程